好,我们讲一下XSS攻击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XSS攻击 我们在微博里面输入一段AE代码 script 比如说alerts document.cookie 好,这样的话我们去发表 点击发表之后 服务没有启动,不好意思 稍息 好,继续写上我们的 刚才那个模拟的一个AE代码 alerts document.cookie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cookie给获取出来,对吧 这样的话是alerts出来的 如果是我没获取Cookie之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阿迦克斯去通过一个请求 去把cookie放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 比如说我现在是把你的网站的 这个用户的cookie给造用了 就可以获取了,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点发表的时候就创建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是什么东西 实行一下 好,实际会员的内容呢 它完全是一个gs的一个格式,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就这个gs格式显示在前端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变成一段script代码 然后实行一个XX的攻击 前端显示的时候可以去过滤 比如说把script给它过滤一下 等等这些 把script给它过滤一下 等等这些 但是前端过滤是前端的事情,对吧 我们不能依赖于前端过滤 前端万一不过滤呢 前端万一不过滤呢 这个攻击就发生了,是吧 发生了之后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个锅就一定前端自己背吗 那肯定不一定,对吧 那肯定四周端也要把这个锅给背起来 所以说后者呢 不用管前端是不是过滤 我们先把自己这份工作做好 然后怎么去过滤这个XX的攻击呢 那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提要的时候就去过滤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XX的这个工具 我们不用自己写 直接需要安装一下之后 只要去执行这个函数 它就会帮你去过滤 像这样,对吧 它就帮你去过滤了 好,所以说我们进去安装一下 提交服务 安装XXX 我这儿明白了 我这个地方还得把这个淘宝机箱给烤一下 你那个地方可能没必要不用烤 稍等一下 应该安装的很快 好,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代码中 Packet.dc里面 XXXX一根就有了,对吧 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了 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controller里面去搞上 然后我们controller里面把这个XXX给它引用进来 OK,引用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过滤了 很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那个content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XXX过滤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不管你输入什么内容 我都走一遍XXX工具的过滤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 这样的话再往出去过滤叉呢 就不会是一个JS的形式了 那我们把服务的启动一下 我们再试一遍 好,我们就把刚才那个数据库里面的那一图东西 给它拷贝过来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再试一遍 Rot,还是Document.cookie 让我们发表 好,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在数据库里面再查一遍 好,大家看 新的这个微博的内容就变成了一个过滤之后的了 它没有这个监管号script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形成一个JS代码 也就是说它不会形成一个XXX的攻击 所以说我们从数据的根本上就把这个事情给搞定 那前端,无论是过滤也好,不过滤也好 它都不会形成一个攻击,对吧 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 所以说我们还要做什么东西 还是本着这个项目整体负责的这个态度去做 不要依赖于说前端这个地方应该做 什么地方应该前端做 什么地方应该后端做 没有什么地方应该前端做 所有的安全的事情 一些比较根本的事情 加密的事情,安全的事情 这个前端都应该做 OK 那我们可以代码可以先不提吧 改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吧 其实都关掉了 继续我们把这个格式交验做一下 PPT的这个目录呢 我们最后把这个格式交验给做一下 OK,格式交验其实 跟我们那个用户的格式交验一样 我们用户的格式交验是在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又在这儿JS 然后我们获取这个validate这个方法 然后去定一个schema的这个规则 然后做交验,对吧 接下来其实我们在自己做博客的交验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定一个blog了JS 好,把主事给写上 微博数据格式交验 那需要的工具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格式给考过来 就是模式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利用的这个validate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schema这个呢 只不过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对吧 这个属性我们也就删了重新写 好,再往下就是交验微博数据格式 然后这应该是微博数据 然后这个有点validate写成一个blogvalidate 这样的东西应该就不用改了 接下来我们就写这个微博的这个格式交验 我们创建微博的时候 我们说我需要传入这个content的一个参数 然后需要传入emage的参数,对吧 那我们就跟着这两个做格式交验就行了 比较简单 那content是内容 内容我们其实只需要交验一个type是stune就可以 别的没有什么可交验的 它输入什么东西都可以 只要是个字符诈就行 对吧 它别输入一个数字,对吧 然后图片呢是图片的地址 这个也是type 然后maxlens等于255 因为我们数据库的约定啊 它最长是255 它万一输入一个256的 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一层 直接给它顾虑掉 不让它把数据库去插了 这样的话也不会报错,对吧 OK 这样的话就是格式交验这个函数就做完了 关掉这个 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那个路由里面去引 就可以了 就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创建微博的时候 第一个要进行这个登录的验证 对吧 登录验证完了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格式的验证 这块的这个验证呢 其实和我们当时这个注册的时候 这个验证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当时注册是这么写的,对吧 首先它需要一个中间键 就这个地方我们也得考过来 直接考过来就行了 没必要再重新写一遍 好 然后你看这个函数 它会生成一个校验的中间键,对吧 然后这个函数需要传入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当时注册的时候 需要传入一个User Validates 这呢 我们就需要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Blog Validates,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传过来 Validator 然后Blog 好,把这个弄过来 OK 沾一下 好,这样的话 其实就把那个微博的格式教验给做完了 让我们试一下 看这个教验能不能成功 比如说测试 这点 没问题 好,能创建就说明能成功,对吧 因为这个教验它比较特殊 这个教验是 它不像用户的教验一样 有很多规则 我们可以验证 这个教验的规则不好验证 像这个自图片形式肯定是没问题,对吧 然后这个图片的这个形式 最大是255 也很少有超过255的 所以说 一般就是这个地方不好验证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了之前做用户教验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直接去按照这个方式来引用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正常的数据没有问题 这应该就问题不大 总之这个地方是预防一些业常情况的,对吧 OK 那我们的格式教验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统一一块 把这个代码看一下 OK 我可以装了这个XSS的插件 然后再往下写了一些XSS过滤和一些格式教验的问题 这个没问题 Fature 创建微博 XSS过滤和格式教验 好 我们Pose一下 CreateBlog OK 那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接口这一层就写完了 其实接口就一个 就是创建微博这一个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XSS的过滤 以及这个格式教验 OK OK OK